好,我们再把镜头转到东台湾 我们曾经报道 泰鲁阁国家公园经常传出 游客被落实砸伤的意外 而泰管处最近开始 替游客承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只要游客在国家公园的步道 或者停车场 受到落实击重等意外伤害 最高可以获得300万元的理赔 不过呢,要注意的是 在落实最常发生的公路部分 目前却没有任何的保险制度 民众一旦发生意外 只能够请求国家赔偿 大量的落实倾盆而下 常常造成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游客车辆毁损 甚至有人员伤亡 为了让游客有更多的保障 泰管处开始替游客承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只要游客在合约内容规定的24处步道 以及35处停车场内遭受意外伤害 团体最高可理赔2000万 个人最高也有300万 泰鲁阁国家公园园区里面 是比较自然生态 所以有一些不潜在的一些意外 像落实或是毒蛇毒蜂的咬道 都在我们公共设施意外责任险里面 都可以理背 而在国家公园园区内的道路 也就是台八线中横公路部分 则是属于交通部公路总局管辖范围 公路总局强调 目前台湾并没有道路的保险制度 要是民众因为公有设施的设计 或是管理上有欠缺 导致意外发生 可以寻求国家赔偿 但是台鲁阁国家公园目前落实最严重的区域 还是属于道路部分 民众和商家都希望政府可以修法 订定一套游客与车辆进入都需要强制保险的制度 这样对园区内所有的旅客才是最有保障 记者温家凯华联报道